大家好,我是ERICO 謝謝大家一直支持我的ERICO頻道 我這陣子有甚麼在做 厲害了,就是一直在拍電視節目給大家看 一個星期也要拍幾天 希望可以快點讓大家在大螢幕看到 就是在拍攝年久術師3 已經到了第三季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否看過 第一季和第二季 期待一下,真的有很多個案 正在拍攝,還要一直拍下去 還有甚麼在做 當然是平時教學生 教主人如何遇到問題 還有就是教復康人士 我覺得教復康人士很有意義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投入社會 接下來他們會有機會喜歡做的事 教他們如何跟狗狗相處 成為一個駕駛員之餘 有很多不同的事,一直在教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給他們很多正能量 他們整個人很有希望,有很多不同的事 我真是很開心去做的 這次的影片是甚麼題目呢 就是記得早前有影片嗎 就是有很多人去看 以及有很多人關注的 就是一隻黑柴 就是不斷拍攝的影片 他就是發惡,我如何控制他 如何令狗狗平靜下來 如果大家還沒看的,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現在就說回跟進這個案件 很多人都會說 原來有這麼多問題出現 打後會怎樣 我接下來就會告訴你們 亦有很多人留言 說如果這種情況 有甚麼問題出現 我就在裡面抽出問題 嘗試解答你們 至於為何大家對我這條柴犬 一個惡狗片那麼感興趣 我相信大家很少會看到一位純犬師 在網上或是怎樣放出來 是沒有生剪的片段給大家看 而看到整個直擊過程 我怎樣去純服一隻狗 而且我在影片中 可能也沒有講解那麼多 究竟發生甚麼事情 所以變相了你們也很想去了解 或想多感受究竟發生甚麼事 我現在嘗試解釋 不同你們留言出來的問題 我先說一說有人說 為何牠可以攬到胸帶 但又攬不到P繩 牠的頸繩 為甚麼,究竟發生甚麼事 其實牠有時會被你攬繩 牠一攬,牠會被你攬到胸帶 因為攬到胸帶便有機會出門 但扣上去 牠未必會被你脫出來 所以變相了有一段時間 會攬住牠,牠脫不了 好看那隻狗狗的心情 就是讓你… 可以上去還是不上去 不上去,牠就會兇你 上去有時會給你,但又不讓你脫 那你養了牠的時候 你變相了…不知道怎麼辦 去到P繩的時候 基本上牠遇到很多事情 牠想脫身 其實真正來說,牠是不喜歡 牠就會罵你、咬你 趕你走、逃走 牠會做一連串的事情 嘗試去阻止你,不讓你去做 變相牠看到P繩或怎樣 那一刻完全不讓牠過去 告訴牠沒有人可以接觸到 所以我一定要讓狗狗 去接受這條P繩是甚麼 為甚麼黑招的身體 真的可以攬著胸帶 而又攬不到P繩 就是因為從小到大 可能主人跟牠攬胸帶的時候 牠已經習慣了,知道會去街 但很多時候牠會選擇不讓你攬 或者攬得上去,不讓你脫 就是關於狗狗的想法 主人嘗試去做好任何事情 狗狗不喜歡的時候 牠就會走開或抗拒 變相了你很難脫 加上P繩或任何事情 牠未見過 而你想放在牠身上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牠就會像之前的影片一樣 發脾氣走開或會攻擊你 變相了有很多事情 想埋身去做的時候 就非常困難 而這條問題亦有很多人問的 就是為何這隻黑柴 就是黑招 上了狗帶之後 牠可以變成第二隻狗 完全不同了 究竟發生甚麼事 因為其實牠嘗試用很多方法 牠跟我去鬥爭 牠會廢我 牠會躲避 牠會攻擊 牠會廢 牠甚至乎再逃走 牠會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其實我一直都會理解牠是怎樣的 當然牠還會襲擊我 很多事情會出現 在牠的過程中 其實我是跟牠在玩心理戰 有很多人也會留言說 冷靜,你在做甚麼 走過去握著繩子 令狗走過去握牠 令牠怎樣 令牠… 這樣就是叫做狗 對不起 我想跟大家說這件事 就是比較深入 很深奧 不是說就這樣 走過去握著繩子 搞定就算 如果是這樣就算的話 我告訴你 之後主人會很嚴重 會出現很多問題 我做任何事 之前我也要想清楚 為甚麼要這樣做 對職有甚麼好處 能否幫助主人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因為你說主人跟著做 我做完這件事 其實主人未必需要做 因為狗已經吸收到我想怎樣 所以我變相了 牠做過任何事 我扣著繩子 狗已經知道 來吧,Eric 好,我完成了 我夠了 你最終想怎樣 其實最終上了繩子 狗覺得我不會過去握牠 不會弄牠 其實狗害怕甚麼 牠害怕繩子扣著牠 牠有恐懼 牠有很多問題 我每天都幫牠拆解 那不是一個開心的結尾嗎 以一隻嚇死的柴犬 牠的名字就叫黑蕉 其實已經是第二課 你要主人找到我 其實真正的原因就是 覺得黑蕉有時會很容易跳濟 牠不太喜歡被人摸 有時摸摸一下 牠又突然會咬你 或者會走開 那不要說了 甚至乎牠上一條胸帶 或者摸一些東西 上去狗身上的時候 牠也會有同樣的行為問題 又或者走開 躲給你 甚至乎真的咬你 不讓你走過去 或者讓你去接觸牠 那可以怎樣做 所以我上去的時候 你看到現在這個 你看到黑蕉真的很抗拒 會躲起來 甚至乎很兇 我一定要想一個更好的方法 可以導致黑蕉平靜下來 和將來主人可以安全地構成 可以出入門口 接觸牠也沒有問題 好了 剛才我都解答了大家一些不同的問題 究竟現在大家最想知道的 黑蕉現在變成怎樣 自從我上次純復之後 會不會是繼續顧帶服務 還是乖乖 還是沒有特別 那不如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還是第二課 因為之前你看到這段影片 我和黑蕉在強烈鬥爭 最終我安全上了狗帶之後 現在就帶牠出去 就加強主人和牠出去的加強訓練 怎樣衝動狗繩 怎樣令黑蕉跟從牠的意願 去做些甚麼 所以平時我希望四課可以解決這個案 但到了第二課的時候 他突然間發握得很厲害 當然我也會擔心 看看可否繼續令黑蕉可以聽話 而想一個更好的方法 令主人可以順利在四課完成 到了這一課 你看到回到家的時候 我也不想主人冒險摸牠 或者脫掉狗繩 因為黑蕉的情緒還沒有穩定下來 所以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問牠有沒有舊式的衣架 那我就可以慢慢有一個U形 而之後用最少的壓力 可以令主人安全 又不會刺激到黑蕉脫掉這條P繩 那這個P繩大家如果有機會運用的時候 請你們小心 因為如果那個尖竿 你沒有找膠紙封住 如果發脾氣一撞的時候 有機會勾到牠 或者會睜到眼睛 所以這件事 一定要很平靜慢慢脫下來 令到黑蕉不容易發脾氣 再一個星期要上第三課 我想看看主人整個星期的時候 有沒有練習 那我就要他們嘗試一下 如何上省在黑蕉身上 我在旁邊觀察 你看看,整個感覺,整個能量 整個屋的能量都不同了 包括黑蕉 主人一上省的時候,很沒壓力 我都吃情蛙鹽 而今堂到第四課 主人初初也很擔心 其實四課能否做得好 令黑蕉可以變乖 你看到現在主人摸牠的時候 很有信心 包括我 你看我,教完牠之後 我可以怎樣?又摸牠,又抱牠 完全問題不大 其實最主要找對的方法 主人努力去練習 如果主人不去練習 基本上我沒可能 可以這麼快令黑蕉可以變怪 因為黑蕉開始明白到 主人跟牠的關係 完全是大家誤會 明白了的時候 你覺得是不是沒有東西可以做不到 我們不是找時間或多少堂 去寬寫那隻狗 是要找主人有沒有努力 慢慢去練習 如果練習得好 完全問題不在這裡 這部分剩下這部分? 好,剩下這部分 你可以避免嗎? 好,可以 對,牠看你就當沒事了 很自然的 就不用突然縮得太厲害了 現在你看到的編段 我不在場 主人找家人拍攝 你看到黑蕉是不抗拒 主人一走過去扣牠的背部 你看到黑蕉很開心地 在主人面前轉來轉去 打算去街頭… 整個過程大家沒有恐懼 其實看上去也感受到開心和溫馨 大家看完是否覺得黑蕉 牠這麼辣的黑蕉變得沒那麼辣 變成了一隻不辣的黑蕉 對,真的整個過程都很開心 包括我看見那隻狗的能力 整個環境的主人都是很有改變 我亦想解答多一點問題 亦有人留言說 其實網上有很多不同的唇犬師 都有機會用一些很暴力 或者很厲害的方式 令狗屈服 為何Eric你不會用這件事 或者你覺得我怎樣看 這些這麼暴力的唇犬師 你覺得是否正確 對,為何你不做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要感謝你去問這個問題 令我解答你們 其實唇犬師真的有分很多不同種類 或者怎樣教法 是否需要這件事 我教了這麼多年 我設定了一些規矩給自己 不可以用暴力 不可以用粗魯 不需要怎樣惡他 不需要學他那麼厲害 但是怎樣令狗變乖 可以教得到他 我會從心出發去做 是學習怎樣跟狗 去修補關係 令狗尊重你 所以你看到一些片段 都是他多惡也好 我都會控制我IQ和EQ 令狗狗慢慢知道 其實我埋著牠沒有惡意 你看黑招也是一樣的 你多凶狠 我都會控制我自己的情緒 怎樣令牠屈服 令牠知道其實沒有特別 我過來不是去害牠 那牠打後的主人上性 很多東西就很容易 很多例子我會做出來 但當然在過程中很危險 很多人未必那麼容易學到 所以裡面有很多東西 從中主人要去學習 所以每個案件 是有不同的個案 一定是每個案件 是跟著主人和狗 裡面發生甚麼事 不是每個案件都一樣 要這樣做 所以你看我的影片 是一個分享 讓大家知道 還有我覺得 不需要用武力 千萬我希望大家 不要跟著那個走路 以為用暴力就行 用暴力是不需要 不要走出這麼落後的思維 我們應該要進步和進化 因為人是很聰明 我們用武力、用暴力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 原因我們有了 我們需要的武器 我們都可以找到 去控制一隻手無寸鐵 只有牙齒的狗 但問心一句 如果我們甚麼都沒有的情況下 那我每天跟隻狗坐在身邊 每天都恐懼 那有甚麼好處呢 為甚麼不從心出發 跟隻狗相處得更好 你養隻狗回來也是這樣 大家看完這段影片又感覺如何 我想跟大家說 就算你訂閱了我的頻道 或未訂閱我的頻道也好 你們看我的頻道也知道 我會放很多不同的能量 在一個很正能量的情況下 大家都有同樣的理念 就是我們怎樣用愛 用人類的智慧 可以令狗狗或聽我們說 不需要用暴力 希望大家可以營造一些正能量 給大家 你幫我的時我幫你 你幫身邊的朋友 或是教育周邊的朋友 原來我們養動物 養狗 可以這樣對他們 不需要用暴力 這個大愛便有機會出現 所以我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support我 給我多點正能量 我給你多點正能量 多謝大家的支持